真的累瘫了 因为超过12小时彻夜未眠 有人索性躺在柏游路上休息 厚重的装备却没办法卸除 他们都是22号晚上 屏东名阳工厂爆炸后 就在第一线冲锋的打火弟兄 但难过的是 有四名英勇的消防不幸殉职 爆炸瞬间消防车行车记录器曝光 真的没射水 因为才刚到没多久 马上发生爆炸 导致四名涌消殉职 却也凸显出大问题 爆炸了明洋工厂 里面充斥着过氧化氢 橡胶 黏着剂等化学物质 但消防员第一时间知情吗 现场资讯够不够透明 牵动消防员的宝贵生命 消防法当中的退避权 若灾害现场无人命危害 得不执行危险性救灾任务 而资讯圈中提到工厂管理权人 应该提供厂区化学品的种类等抢救必要资讯 但实际上很难执行 应该花多久时间去说明 那如果消防队有疑问的时候 谁应该来负责回答 回答又该如何回答 其实都涉及到前面的教育训练 可是我认为台湾现在只有少数企业 能够做到 多数人就认为 反正我只要把资料交给你 我就没事了 绝对不会是单纯化某一个问题 它一定是全面的问题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努力 能够唤起大家对安全的重视 这次意外造成四名涌消殉职 以及高达百名的死伤者 也是二零一八年桃源进棚大火之后 最惨的意外 但回想当年蔡英文也承诺家属 不会让弟兄白白牺牲 但是这五年消防安全问题 真的有被好好重视吗 写者给我做到 第三分钟 感谢观看